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墨迹业绩一向疲软 行家估计该公司本财政年全年净亏 预料高达2.232亿令吉 而市场的预期则是净亏1.995亿令吉 该公司新管理团队的目标是通过降低生产成本超过10% 和减少间接成本超过25% 以在2022财政年上半年之前实现税前的收支平衡 然而现在就乐观看待还为是过早 因为受到邮件量快速萎缩和行业竞争激烈 该公司的经营环境依然充满挑战 行家维持盈利预测 76线目标价以及受注评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五分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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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